可愛的海龜HOLA 106年被海大實驗室救援 身體康復了他回放到大海 直見他大力的拍動四肢 在沙灘上前行 這樣的場景 對於海洋大學海龜救援團隊來說 幾乎常常上演 不過就在新年開春丟出了震撼 但未來救援行動暫時要交給別人 現在主要是助理的薪水 之前那時候我們剛還沒拿到計畫之前 欠了將近一百萬 因為你是標案 所以標案之前那是不給錢的 國立海洋大學海龜實驗室 31年前展開海龜調查 10年前開始救援受傷海龜 但近日貼出了一疊帳單 表示因為經費和人力不足 加上被質疑救援海龜相關的專業能力 因此突然宣布 決定暫停海龜救援計畫 我心裡想說我做了20年的研究 然後你告訴我 你這個從撈魚的進來告訴我 保育應該怎麼做 因為他們漁業署來的 台東分所 他們台東分所做了 都如何做撈魚 如何漁業技術 然後你還會保育 應該這樣做 中央主管單位 你應該尊重專業 那不要 那不要的話 那就是隨意嘛 口語中無奈又有點氣憤 儘管暫時不再救海龜 但海大人會幫忙協調救援團隊 不讓受傷海龜 因為沒有人救援而死亡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